倒數一百天繼續往南 來看到大台南市長的選情 目前民進黨的賴清德 民調是穩定領先的 不過呢 國民黨的郭天才 也有極起直追之勢 兩個人現在都繼續的 勤跑基層來力求選民的支持 不過現在或許更多人關注的是 台南市長許天才的動向 因為他到底是不是會參選 還沒有明朗化之前 多多少少還是牽制了選情 擁有紮實的基層人脈 民進黨提名的賴清德 肩負守護大台南綠地的重責大任 即使基本盤穩定 身勢相對看好 賴清德仍然不敢掉以輕心 因為未來國民黨的這個選舉 絕對不會輕易放棄 他們選戰越接近 他們各種保守 各種的這種方法一定都會進出 所以我一定要加倍努力 否則的話 我也很擔心 到最後這個選舉的事情 會沒有辦法預測 面對基本盤綠大於藍的劣勢 以台南子弟之姿 獲得國民黨提名的郭天才相對辛苦 自提名以來 他情跑基層穩扎穩打 立批民調領先的賴清德 很艱困 但是我們很有信心 很多的中央政策 我們採取比較地方中央配合的方式 我覺得這個對大台南是好 因為台南真的負債累累啊 大台南合併後 公民數超過140萬人 以上次台南縣市長選舉為例 民進黨得票率將近四成九 國民黨將近四成五 超過三個百分點的差距 有沒有可能翻盤暗藏變數 就講我沒有什麼參選意願高不高的問題嘛 因為我已經放空了就沒有意願嘛 但是這個我非我個人嘛 那既然現在情勢這麼複雜 絕非底定嘛 留下基層全境空間 許天才松口表達個人意願 卻沒把話給說死 更讓外界物理看花 大台南選戰最後是否藍綠兩黨捉對廝殺 許天才動向依然是各方焦點 民視新聞 鄭宏文 李在龍 鄭山田 檀大縣報導